花冬的观光补助在昨天正式上路了 不过呢 花冬旅宿悦者还没有感受到端午廉价的住宿率 第一天呢 百分之四 第二天百分之十五 第三天则是百分之四 跟去年端午节的平均五六成来相比 差距不小 店家招牌上头不是挂个红布条招租 就是房屋仲介的出售广告 花联街头不少店面关门歇业 实在是生意不好做 真的是生意惨淡 零四零三花莲地震正倒的不只是饭店大楼 之后余震不断 就连旅客也被吓跑 这次端午廉价 花莲地区的住宿率 第一天百分之四 第二天百分之十五 第三天百分之四 那但是以这样住宿率来说 我们认为还是以返乡民众为主 想要找回流失旅客花东国旅补助一号上路 最高享有千元的住宿补助 但是从端午廉价三天住房率来看 最高只有一成五 似乎还看不到明显回春的迹象 甚至还有业者等不到国旅补助确定歇业 网站上贴出暂停歇业公告 明白指出是因为受到地震冲击 而在花莲这样的旅宿业者一共有十二家 地震对花莲观光造成的影响比过去长 暑假订房也只有一成 补助开始 目前询问度还是以七月之后比较多 交通部长李孟燕强调 虽然有余症 但花莲是安全的 期望国旅补助加上大型活动举办 能够吸引各地观光客再来花莲旅游 记者 最后报道